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听听听好书,我是小冬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篇文字,叫做 为什么大多数人宁愿吃生活的苦,也不愿意吃学习的苦 买麦子 第一部分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不苦的 幸福的生活模样大致都相似 而不幸却各有各的不同 前几天在知乎上看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多数人宁愿吃生活的苦 也不愿意吃学习的苦 提问者讲述了一个16岁初中毕业就出来的工作的小伙 曾经找到过月薪6K的销售 但因为不想背20多页的册子 所以选择了工资2K,而且需要加班的服务生的工作 因为于他而言背册子太辛苦了 如果要那么辛苦的背册子 那又何必当初初中毕业就出来找工作呢 点赞最高的回答是 大概是因为懒学习的苦需要主动去吃 生活的苦 你躺着不动他就来找你了 学习的苦需要我们自己主动去吃 而吃了这些苦之后 短期内还看不到成效 而对于生活的苦 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动承受者 只是每个人承受的苦 它不一样而已 第二部分 物竞天则适者生存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其实是被环境影响和塑造的 而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 根本就没有选择权 一个从小生活在贫困家庭的人 一个从来没有过看到外面世界是如何精彩的人 一个经常受苦的人 被这样的环境影响 慢慢的 他就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环境了 他就没有对比 就别提伤害 就像天堂电影院里说的 如果你不走出去 你就以为 这就是全世界 就像提问者说到 那个16岁的少年 如果在他之前的经历中 有因为学习就让他轻松得到了某个东西 或者取得某个成就 他就不会认为 当服务员轻松 因为在他的认知里 学习不一定让他不吃苦 所以他宁愿吃生活的苦 他根本没有见到过好的东西 所以你就会以为自己现在就是最好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待久了 你或许都忘了 到底什么是苦 什么是不苦了 因为对于生活的苦 你已经适应了 杨将先生说过 年轻的时候以为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 直到后来发现 如果不了解人生 是读不懂书的 读书的意义 大概就是用生活去感受读书 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 没有读太多书 没有开拓的认知格局 也就只能在自己仅有的认知范围 去选择自己认为不那么苦的生活 第三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总是面对很多的诱惑 读书的时候 觉得除了读书 所有的事情都比读书快乐 比如说打游戏啊 追肥皂剧啦 前段时间有一个高中同学 突然给我发微信问我 你可以推荐一些坚持吗 我问他可以做哪方面呢 他说他把刷单啊 能够线上做的那种都可以 我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做一些技术类的 比如设计啊 写作啊 他说他现在在一家公司当文员 时间挺多的 就是想做点简单的 技术类的做不了 我遗憾的给他说 现在没有适合他做的坚持 他也没有回复我的消息了 记得刚毕业的时候 我们还经常的聊天 那时候我从事平面设计的工作 他听了之后满怀信心的跟我说 我觉得平面设计很不错啊 我打算空闲的时间也学习学习 以后就去广告公司上班 那时候我也是对他鼓励有加 学习力是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失的东西 然而几年过去 他还是以前那个他 还是从事天天无聊至极的文员工作 即使是现在人人都可以干自己喜欢事情的自媒体时代 他也依然迷茫而找不到归途 学习苦吗 苦 若不苦 哪有那么多人去选择当下的安逸呢 生活苦吗 苦 若不是因为生活太苦 又哪会有那么多去选择努力拼搏 让以后的自己少受一点苦的人呢 第四部分 生活很苦 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吃生活的苦 也不愿意吃学习的苦呢 除了人性的弱点之一懒之外 更主要的还是身处环境的局限 自身认识格局与认知 刚毕业的时候 拿着两三千块的工资 每次回老家 隔壁的大妈都会时不时地打听 你现在多少钱一个月呢 我笑笑不说话 他开始自言自语 我女儿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了 现在五千一个月 再怎么说你读了大学的 应该比我女儿工资高啊 大妈 我刚毕业出来 还没有太多社会实践和经验 工资还没你女儿高呢 我说 哟 那书还是白读了 还是不读书好 还免了几年的学费 说着一脸不屑地走出我家的大门 后来他女儿很早就嫁人了 儿子也高中辍学毕业了 因为他们家观念里 不读书也可以挣钱 又何必浪费那些读书的钱呢 在这样的环境里 在他们的认知里 一个月五千比起一个月两千 其实就不算吃苦了 他们就根本不知道那些 因为学习而让自己生活不那么苦的人 到底拿多高的工资 过多好的生活 所以他们或许觉得 他们的生活并不苦 第五部分 大学的时候在校宣传播认识一位赵姑娘 无论学校什么活动 她都积极参与组织 然后参与 后来更是因为一起参加全国大学生自强之心而熟悉 赵姑娘的家庭也很普通 但是她的父母一直鼓励她好好读书 要走出去 要看看外面的世界 她一直知道自己要什么 平时除了参加活动 她就是努力读书 为了考上研究生 她有半年的时间是早上六点起来 去教学楼读英语 风雨无阻地坚持了半年 半年下来人都瘦了十斤 你说她这样的日子不苦吗 苦 可是她坚持下来她考上了研究生 还是那句话 如果不对自己狠 生活就会对你狠 今年年初看她的朋友圈 她已经去了波兰做交换生 做起了代购 生活已经是另外一番的模样 我于去年八月中旬开始认真的写作 自己不断地写 不断地学习 不断与自己死磕这大半年的时间下来 无论是邀约讲课 或者是编辑推荐出书 我收获了很多 成长了很多 因为我知道你把时间花在哪里 成就就在哪里 只是想努力一点 再努力一点 让自己以后生活好一点 让父母的生活好一点 打开自己的认知格局 你要的生活 远不止眼前的狗血 还有远方的诗 学习不会一直苦 当你有了学习的成绩 找到了学习的乐趣 那就不苦 但如果你不学习 可能生活会让你更苦 生活很苦 学习也很苦 但请你不要怕吃苦 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 还安慰自己 平凡可贵 这就是今天的天天读好书 我是小冬 怕 怕 请你的 优优独播